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的要来提醒大家了 沿岸沿海的风浪都还是比较大一些 建议大家避免从事一些不必要的海上作业 以及海上活动了 所以先来看到卫星云图在今天 吹着比较偏干偏凉的北风大气环境 所以在今天来说 北部地区的高温相较于昨天是少了2到3度 而中南部地区相对于昨天的高温 也是降低了1到2度 所以气温感受上是相当舒适舒服的 在天气方面则是只有在南部地区 中午过后发展出来了午后雷震降雨影响 其他地方都是维持晴到多云 多云到晴 有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云处 仍然是持续萧萧涨涨当中 也不排除会再发展出热带扰动 那么台湾未来几天也是有机会受到整个 大地压带的影响会有一些降雨的发生 不过后续的动态也要请大家随时跟着我们一起来更新观察了 所以明天开始会转变成东北风的大气环境 不过随着风速的增强或减弱 或者是水气的多寡来说的话 对台湾都会造成不一样的天气形态 以及天气变化了 以明天来说的话 受到东北风的增强以及水气增加的影响 在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 还有在中南部山区 中午过后都容易 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热对流午后雷震降雨的发展出来影响 我们就来看到降雨的热区会更清楚了 以明天来说的话 在北海岸以及东半部一带 都容易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以及比较持续的降雨状况 而中南部山区 则是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震降雨的发展 也不排除局部单点 会有瞬间比较大的雨势发生 那么行车用路就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 星期四干空气移入 可以说是未来几天 天气最稳定的一天了 而星期五开始呢 甚至持续到整个周末来说的话 就可以看到了水气是明显的增加了 再加上东北风的风速也是增强了 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降雨的范围是变大了许多 就只有在中南部以外的地方 降雨量会比较明显 而且降雨的时间也会变得比较长 雨势也会比较明显一些的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是周末有安排外出活动的话 就要注意好天气的变化 以及天气的状况 在出门会比较妥当了 好 所以在气温的部分 北部地区就可以看到 高温是已经掉到二字头了 所以低温22度 高温28到29度 感受上会是比较舒适的天气状况 气温状况 中部地区则是维持25到32度的天气 那么也要来提醒了 可以看到日夜温差是家具变大了一些 可以来到7度到8度的日夜温差 所以建议大家 时节已经转换了 建议是可以多携带一件薄外套 随时在身上适时的添加 以免着亮感冒了 南部地区则是比较不受到影响的 低温27度 高温32度 东部地区也同样的影响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一些的 高温是29到30度 低温22到23度左右 好 所以来整理一下 在今天晚上的天气状况 等到南部地区的午后热对流 消散之后 就会恢复到比较稳定的天气了 不过还是要请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特别留意了在夜间以及清晨来说的话 受到辐射冷却作用的影响之下 在空旷地区以及近山区的气温 都会是相对比较低一些的 这个长辈啊 早上外出运动的时候 就要特别的留意了 那么明天来说的话呢 就受到东北风以及水气的影响了 在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 都是有机会出现降雨的 南部地区也要在中午过后 持续的来留意午后雷震雨的 发展状况 而且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空气品质呢 在南部地区是出现了橘色的灯号 这个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也建议敏感族群呢 这个外出的时候要多加的 做好呼吸的防护措施会比较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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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殷勤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搬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